中国人不管是你大兴帝国啊,中华民国还是谁,是谁,我们管国际上搞不清楚,你们打赢了就谁来代表,像公司派的普通大卫营呢,还是资产派的普通大卫营呢,你别人来代表吧,一直到这里决定,主权的归属,代表权的归属,在1971年10月25号之前,中国的代表权全部都是中华民国所使用,这是人家国重认的。 到了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,被认定为代表中国的,有中国代表权的,所以这是一中原则根据,因为在这之前啊,这一中原则也怪怪的,那中华民国的问题出在于,他定义是说,有了中华民国国体,只要为中华民国国民,有没有,但定义讲有中华民国国民,是不是都要基于中华民国国体,不只是我们这样处理哦,中国当然有这样处理哦,那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, 自己的主题又管理 把我们线上如果标志而来喔,就把我们承倒,强志而来喔,一下 DIRECTOR吧 我就是 lorsqu我们,我们少了准备,我们不爱啊,不能 contemporarily signed 美国15 Premiers 这些人 để做我这个项目的差事,让我们专业过来。 enriched денег couldn't make wine